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金 如果你们想要原生双卡没有拆修的话 我们比较推荐的就是港版 不仅橙色电池好 而且港版的话原装的比例要比国行的大很多 国行的话就很难挑上橙色好电池比较高的 接下来咱们看看热门款的港版型号 在华向北的拉火行情 这一台是12128G的港版双卡 可以看到边框非常亮 没有任何刻蹦 屏幕的话也没有划痕 整机的话可以达到99星橙色 电池效率的话也是非常极品95的电池效率啊 像这样的极品机器在市场拿货行情的话是2850 这一台是13破麦是256g一台光换机型号的话是n开头的话 咱们就叫光换机啊 整机的话是存原装不漏气的 通电的话只有六次啊 像这样极品的机器在市场拿货行情的话是6950米 它要比电池效率90多的要贵个三四百米啊 这一台来是13破了256g的黑色 再保的话有400多天啊 电池效率的话也是很高啊 90多 这种机器在官方的话也是可以保修的 可以看一下整机的话也是可以达到9899星的一个橙色啊 像这样一台精品的13破了256g港版双卡 在市场拿货行情的话是5800米 这两台都是13破了128g通电只有几次的机制啊 基本上都是没怎么实用的 橙色的话 自然是嘎嘎心嘎嘎亮的 像这样的机器的市场拿货行情的话是5300米 道理手的话就是5550米啊 这一台是13min128的一台亮剂啊 达不到那个9899星的橙色 边框有点小瞎 吃的这种啊 屏幕有点小小花的 他要比那个9899星的话要便宜100块钱 但是电池效率还是挺好的啊 有90多 像这样的机器的话 市场拿货行情的话是2800米 这一台是14破卖是512g啊 整机的话都是非常轻啊 99星的一个橙色 通电的话也是非常少 电池效率100啊 像这样极品的机器在市场拿货行情的话是在8500米左右 对比512的话1tb的话就要贵上1000米以上了啊 像这样的机器的话 拿货行情的话 一天在9500米左右 因为大家的话都比较喜欢橙色电池比较好的嘛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